但是有一样东西可以使你的命和应全部的改变 那就是我们的佛法 感恩南无大使大悲救苦救难光世音菩萨 感恩罗军红罗台长 我想帮我老婆问一下她身体的状况 她是71年舒服 不是对不起对不起 74年舒服的 你老婆啊 哎呦 哎呦 一个很大的鬼啊在她身上 一个大灵性啊 是一个大灵性啊 嗯 你们她是这样的 她白天呢这个灵性呢 有时候还离开她的身体 她白天会好一点 但是到了晚上她就很厉害 而且你们家里晚上还经常听见楼板上有响声 对 明白了吗 我告诉你 你太太这个病不是一天两天了 她是一个结 没有逃过 所以就被那个灵性上升了 她现在身上有灵性你知道吗 可以把她抄走啊 我看看多少张小房子 你慢慢超度吧 大概要1600张 1600张 很多 你要自己念 你不要完全结缘 不可以跟别人集缘 不可以太多 只能一点点 只能自己一点点的 也就是说不能超过 比方说不能超过你的一半 明白了吗 哦对 你这个太太我讲给你听 这个很大的灵性 除了很大灵性之外 还有一个年纪大的老妈妈在她身上 还有一个年纪大的老妈妈 对 我想 你是她的丈夫对不对 对 那么你的婆 你的妈妈还在不在 在 在是吧 那么有没有从小养她大的一个老妈妈 有可能就是她外婆吧 死掉的那个 我可以讲给你听她的样子 你看见过她吗 我没有 她妈妈在这里 她妈妈在这里 我可以讲给她 她妈妈听另外婆的样子 这里有两块小拳骨 对 看见了吗 看见吗 好了 你帮她 好好地念 把她念掉 这个当然1600张里边 有包括她妈妈的小房子 她妈妈先要拿86张 一波一波的念还是 你就一波一波念 叫她妈妈也帮忙念 一波 比如说是49张或者是都 21张 21张 一波一波念 好吗 然后放生 放生 放生要两万条鱼 两万条鱼 可以慢慢放还是一次性放 你最好就是1000条2000条这么放 好吗 你可以这里放生 我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如果不方便可以委托中国的亲戚帮你放的吧 好的 谢谢 明白了吗 那她以后记下来还能好起来吗 我看看 她因为走路也不方便 我看看啊 她的脊柱都是歪的 听得懂吗 那从颈椎 这里一直到脊柱第三节 都是歪的 都是歪的 医生说过了 然后脚呢 右脚 两个脚都萎缩了 那个小脑怎么样 小脑 小脑萎缩 就那个老妈妈在上面 就那个老妈妈在上面 小脑严重萎缩 小脑严重萎缩 医生说的就是小脑病病 对 就是萎缩呀 我告诉你 她好几根小的血管都不通了 所以她的手会发麻 有时候会抽筋啊 对 对 对 其他没有什么 像她这个命已经把她折掉很多了 所以你们现在如果不放生 把她严寿 如果不把她抄走走的话 她折寿 你告诉我她现在几岁啊 她现在是41岁 是74年的 我不能告诉你 她什么时候走 我已经看到了 我已经知道了 你已经知道了 但是不能告诉 因为我如果告诉你的话 你会心里一直想着 她几岁几岁要走了 几岁几岁要走了 听得懂吗 然后呢 接下来到了这个时候 下面就把她知道了 下面就为了勾她 所以你们最好不要知道自己 以后你们不要去乱算命 因为算命的时候告诉你说 有一个人就是告诉她 63岁要死的 这个人就一直说 哎呦我63岁要死的 哎呦我过得了关吗 整天想这个63 等到63的时候 下面全知道 一勾掉 拉走 那如果放生 比如说放生 然后就是念小房子 唯一的 唯一的就是放生念小房子 可以延寿 小房子是帮你消灾解难的 放生是延寿的 所以放生是最好的延寿方法 听得懂吗 好的 谢谢 我讲给你听 我不能讲很多 六年之后有个大节 六年以后 帮我看一下家里的 可以吗 家里主人是谁 家里主人就是我了 你几几年属什么的 六八年属猴的 六八年属猴的 哦 家道蛮漂亮 好像还有楼上 对 我告诉你啊 主要问题啊 你太太啊 帮了你一起赚了很多不易之财啊 你自己好好忏悔吧 有些钱不应该赚了太多的 听得懂我意思吗 好的 自己家好好地忏悔 多买点鱼啊 去放放生吧 好 接下来他们有麻烦之后 你就会有麻烦 明白了吗 可以可以帮我看一下 我告诉你 主要你的生意都是靠他 他帮了你很多 你都听他的话的 你明白吗 对 对 你们不鼓掌 我不讲了啊 可以帮我看一下图腾吗 你讲吧 我是属猴的 六八年 六八年属猴的 你最好问一个问题吧 因为一般的 我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身体是吧 肾脏不好 腰啊 经常痛 对 你叫我看吧 我就看出很多问题了 你老实一点 你呢 这个人呢 人很老实 你就是以憨厚 所以人家喜欢你 对 谢谢 听得懂吗 他谢谢了 人家喜欢你们 你就老实一点 就跟人家保持一定关系 对不对啊 但是不要过分 都是人家来还你债的 明白了吗 听得懂不了 没有 我对别人 本来就好了 我知道 你跟你老婆结婚之前 你都没谈过恋爱 哎呦 这个都给你知道 这真的 看着 真的没有谈过恋爱 真的没有谈过恋爱 真的没有谈过 但是跟老婆结婚之后呢 你就谈过恋爱了 跟老婆结婚之后也没有谈过恋爱 每个老实一点吧 我告诉你呢 你要记住 一句话 这是人家欠你的 来还你债的 明白了吗 老实一点了 你这个人有贼心没贼胆呢 好 谢谢啊 谢谢罗裁长 你看吓了马上逃了 你们 你们一定要相信啊 这个世界真的是有命的 不能自己觉得 哎呀 你们记住了 你们如果以后生什么恶病 先不要慌 生什么癌症 不要慌 啊 你们台长帮你们 看一看 你们说你们不死 你肯定不死的 但是你们要记住 你们想不生癌症 听我一句话 如果你们能做到 不吃活的东西 啊 不杀生 然后每天念49遍 大悲咒 我告诉你 不要做太大的坏事 你这个人一定不会生癌症 听我的话 鼓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